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造成了百业萧条 人民的生活是越来越苦 工程部高级部长拿多斯里·法迪拉就宣布 政府同意全国21条高速大道 今年继续冻结调涨过路费 而另外三条大道 也就是沙南大道克萨斯 南巴深谷大道SKV1 还有第二东海岸大道LPT2的过路费 也不会调高 法迪拉指出这三条大道 原本会在今年调涨过路费 但是内阁认为因为疫情的缘故 政府不想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 于是决定今年不会调涨过路费 法迪拉表示 随着展延调涨大道过路费 政府必须要承担22亿5000万令吉的赔偿 他也说政府将在2023年之前 跟大道特许经营公司 完成有关调整大道过路费的谈判